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家道中落 只能嫁给大户人家做小老婆 大户人家姓陈 陈家姨太太很多 规矩也很多 陈老爷想宠谁啊 就给谁院里点上大红灯笼 除此之外 被宠性的姨太太还有老妈子给做足底按摩 阿联出来乍到 自然被点了灯笼 做了足疗 可到了半夜 三姨太就开始作妖 派人来说自己有病 硬是把姨爷给哄走了 第二天 阿联按照陈家的规矩去给各位姨太太们请安 大太太年老色衰 话也不多 见到阿联嘴里只念叨了两个字 造孽 这让阿联很疑惑 二太太是个笑面虎 见谁都亲 至于三太太的人设啊 我们可以参考青深深雨蒙蒙里的雪衣 老妈子给阿联安排了一个丫鬟 这小丫鬟阿联一进门就见识过了 很有个性 靠着自己的几分姿色破瘦陈老爷连爱 他也一心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 可阿联的到来让他幻想破灭 丫鬟心里暗戳戳的和阿联较劲 可阿联也不是省油的灯 上来就给他一个下马威 解决完丫鬟后 一大家子开始吃饭 这吃饭也有门倒 谁被点了灯谁就有资格点菜 阿联的新人待遇让三太太很是嫉妒 三分五次的把陈老爷监护到自己屋里 阿联心气太高 对陈老爷的朝三暮四不仅不挽留 还赌气让他走 这下可惹恼了陈老爷 阿联刚过门就失丑了 一天 三太太突然来找阿联打麻将 在麻将桌下 阿联看到了三太太和高一生暗地里 坐着见不得人的勾搭 但是阿联没戳破 就在这俩人斗来斗去的时候 二太太捡了个漏 不仅如此 二太太得了便宜还卖乖 话里话外的和阿联说 陈老爷多抬爱自己 让阿联吃了醋 正逢陈家大少爷归来 温文尔雅的少爷坐在高楼上吹笛子 这让阿联想起了自己父亲留下的那只笛子 可本来放在盒子里的笛子却不见了 阿联以为是死丫鬟偷的 于是把丫鬟屋里翻了个地热烧天 可笛子没找到 却发现丫鬟暗自在房间里点红灯了 不仅如此 他还扎阿联的小人 丫鬟不识字 可小人身上的这些阿联的名字 这必是有人指使 阿联再三追问 没想到幕后黑手竟是二太太 没想到表面上和蔼可亲的人 背地里居然这么恶毒 阿联越寒洒越来气 趁给二太太剪头发的时候 剪伤了二太太耳朵 可惜偷鸡不成十八米 为了安慰二太太 陈老爷天天都点二太太的灯 阿联没办法 只好靠假怀孕来骗取老爷的宠爱 可是只是包不住火的 事项被丫鬟发现 报告给了二太太 阿联直接被封了灯 你不忍 休怪我不义 阿联把丫鬟偷摸点灯的事 抖落了出来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丫鬟低头认个错 就可以免受处罚 但是他看着自己的灯笼 被烧成灰烬 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 硬是不低头 丫鬟在雪地里跪了一夜 生了重病最后 不治身亡 阿联心中苦闷 于是戒酒交仇 但是他酒品不咋好 喝多了耍酒疯 还把三太太和高医生的丑事 给吐露了出去 这偏偏被最恶毒的二太太 给听了去 三太太直接被判了死刑 阿联亲眼目睹了三太太 被拖到了小黑屋里 惨遭杀害 他终于承受不住压力 变成了一个疯子 穿着学生服 扎着麻花片 整日在院里乱转 到了第二年夏天 陈家又迎娶了一位五一太 红盖头下少女的眼神 是那么的迷茫又单纯 可说不定 他会又变成下一个三一太 看了这部电影 我只想说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封建社会害人不浅 还好我们生在现代 可怜的那些苦命的女子 一生被人支配 即便是红彤彤的大灯笼 也没法驱散 封建思想的阴暗 影片用戏曲做配乐 热闹的锣鼓敲打声 更是烘托了 女人们的悲凉和孤寂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次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葫芦娃小剧场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关注评论哦